這個玄關比較少見 一般我們所看到的玄關 可能就是比較方正啦 又或者整個玄關會省略掉 不過它的這個玄關 是有狼道有景深感覺的耶 對 沒錯 在我的就是右手邊的話 就是它是這整排的 寫櫃跟收納櫃 它是順著就是裡面的刻意 然後去做整個延伸過去 順著它的牆面 對 OK 好 那這邊呢 我的左手邊的話 因為就是屋主他希望就是 一進門的話 不要看到一整面的白牆 它是一整面白牆 對 所以我們就是用個 白色烤漆搭上淺色木屏 然後讓它有個層次的變化 對 總開關箱把它隱藏掉了 OK 總開關箱在哪邊呢 在這裡喔 對 方便維修了 是 然後常常也漂亮 因為我們這個風格 它是走美式簡約 所以在門片裡的處理的話 我就會加一些簡單的線板 來做處理這樣子 對 因為它就是 然後整座櫃子的上面 它是有一枝梁在上面 所以就是 對 這邊有一枝梁在這邊 對 所以我上面的話 就是不浪費空間 上面會做個隱藏的櫃子上面 收納的部分 對 OK 然後下方部的話 是離地20公分 然後就是會打燈 然後它也是同時 兼具著那個夜晚的照明 而且其實騰空 也這個櫃體的量很大喔 對 沒錯 不這樣子做的話 應該會有那種壓迫感囉 是 好 它的使用功能 要介紹給大家 OK 像它這一個櫃子的話 它裡面的話就是衣帽櫃 對 可以吊過來外出符 然後像安全帽 然後一些雜物都可以收納這樣子 放在這個地方 對 OK 現在它的線板 真的做得看起來很典雅 來 這邊的空間呢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整個就是鞋櫃 對 量不少呢 對 然後像這個抽屜的話 它就是可以擺放那個鑰匙 還是說回到家的那個信件 OK 就先所有擺放在這邊 所以它是分門別類的 對 其實你看 它這個門片做的質感很好 所以它左右兩邊跟牆面 呼應起來對稱 你進來就會覺得這個家裡 就是有那個美式的味道了 好 我們再往前走過去看到 這是一個順著過來圓弧形的設計了 是 沒錯 然後在這邊的 就是我們納進去的話 然後就是貼上茶鏡 讓它空間就是有延伸的感覺 放大這樣子 其實我剛剛有說過 因為這次我比較難得見 它是屬於比較長 然後比較有緊身的這個玄關 在這個口的地方 我覺得這樣凹進去 然後加了鏡面 反而有讓它變寬的感覺 對 我也覺得 比較擁擠那種感覺 窄窄的 對 其實要沿著這個玄關櫃 你幫我設計的弧形動線 我自然然的就知道 我要怎麼樣引導到 要去的空間了 是 沒錯 對 然後它裡面的話 就是這邊的話 因為是動線的問題 所以這邊是固定的 然後收納的話 就是從這邊用這樣子 一般 也對 你這個門如果坐在這個地方開 其實會影響到走動的對不對 沒錯 對 所以上面也是這樣開嗎 上面也是 貼心 既讓這個動線感覺是很順暢 而且轉角 不會有那種銳利的感覺 同時也讓我的這個收納的空間 也多一點 這個地方也用到了 對 沒錯 好 那接下來 這邊也有嗎 對 這個也是 也是整排的收納櫃 好大喔 這樣可以放好多的東西 但這是什麼空間 這一定有一個隱藏門喔 對 因為屋主他不喜歡說 就是在客廳 坐在客廳的時候 會看到那個浴室的門 對 所以我這邊幫他 做一片隱藏門 這是隱藏門喔 對 隱藏門很少看到這種材質了 因為它就是 它本身有小朋友 然後這是用烤漆玻璃 然後比較耐脹這樣子 對 也對 妳隨時摸到跟推到哪個地方 我們擦一下就好了對不對 對 好 我可以看一下裡面的空間嗎 OK 對 然後這一段的話就是剛好是那個 就是推出來的櫃子 對 就推這麼一小段 所以我這弧形的這一段的櫃子 這個深度是吃這裡的對不對 是 沒錯 那所以妳把原來廁所的門片就 我們拿掉了 對 直接用這個 隱藏門來做 來取代了 對 這倒是一個不錯的方法喔